而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张美慧上午10点钟是牵着毛海队的队长胖可走到了投票所来投票 张美慧说还没有开票前他心情还是很紧张的 总是期待大家的努力可以有好结果 而在投票之后他会好好地放松心情想要追剧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慧牵着毛海队长胖可走进花农第66号投开票所 可爱的胖可也吸引大家目光 而毛海在外头等待张美慧之身进入投票 三张选票投进票轨 张美慧说心情还是很紧张 心情其实就是会紧张 因为期待选民期待花莲的乡亲 我们秉持着选贤允人这样的心情 真的很期待大家会用这样的心情来投票 而且踊跃出来投票到下午4点钟 那昨天晚上车站有很多返乡的人潮 我们也很期待在在地的还有回到故乡的游子 学子都能够把心目中最理想最期盼的 能够为地方服务的人选投票投出来 让他为地方来服务来努力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张美慧说 投完票可以放松心情他想要开始追剧 其实睡觉其实在这段时间 大概可能体力上还蛮劳动的 所以每天都睡得很好这样 就好好的放松休息 应该还有追剧 这样 张美慧表示大家非常努力 希望开票能够有好结果 记者会欢迎视报道